大家好 我是阿靖 今天是打犀利吧 第四天 这边一路过去应该有四五十米上了吧 五十米左右 然后这个高度应该有接近两米吧 每天在里面干三到四个小时的活 这个边上堆的还是挺漂亮的 这样堆一下就不容易垮一点 然后那边也要堆过去 还剩下三十米 大概还要两天可以搞完 今天买了时代依乐枣 现在这个季节的依乐枣不是特别漂亮 把它种到我这个堂里面 这个里面已经种了两种水草了 然后现在继续再种一点点 密度重西一点 每隔十米一株 把虾稻田的水抽干了 准备收稻谷了 喝了五六代的水稻回来了 让鸡尝尝鲜 家里的鸡不多了 还有五只公鸡 今年的鸡都不怎么下蛋 家里养的鸡这么大了 也没有下蛋 今天气温下降了七八度 突然感觉有点冷了 然后忙着水稻田里面的事情 收割机已经找到了 但是没有拖拉机 导致今天我的水稻没有收割 过几天就要下雨了 我的水稻如果再不收割 就会发霉 秋天越来越深了 天气也灰蒙蒙的 本该收割的季节 看到自己却没有什么收过 不觉有一些失落 还好家里面养的这一群 挺热闹的 看着它们叽叽喳喳的 感觉挺好的 干活累了就早点休息